晚上好呀,最近天冷了,一定要炖一锅排骨汤来暖一暖 排骨冷水下锅,放上葱姜料酒焯一下 再用温水洗去表面的血沫 记得不要用冷水啊,会影响口感 葱姜炒出香味来,再倒入排骨炒一下 倒上两大碗热水,大火炖着 这样就能煮出奶白色的汤 趁着这个时间来准备一下别的食材 排骨汤里放了胡萝卜会偏甜 如果不喜欢的话就别放了 红枣我一般会去了糊,因为它比较上火 准备好之后就统统放到排骨汤里面 再转小火炖半个小时就好了 最后再加盐调味就可以了 也可以放一点白胡椒粉 赶紧盛一碗暖一暖 看完了就去睡吧 晚安 好 好